背着装满银行设备的银行包 爬上十多米高的闲梯 近日 长江银行中心80后 一级银行员圣兵 登上靠搏在江苏泰仓港的 挪威籍里诺启动号巨型滚装船 简单寒暄过后 顺滨用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 打开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外轮所在方位附近船舶信息 航道交通情况逐一呈现 在江苏外贸第一大港 泰仓港放野望去 数千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 整齐排列 工作人员将它们逐量开上 里诺启动号 这是一艘专门装载汽车的 大型滚装船 它装满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后 将驶向比利时 泽布旅赫港 目前我们码头作业外贸出口车辆 应该在13万左右 其中新能源汽车 占比可能在要达到70%左右 以我身边的这条船为例 这条船整船装载 4479辆车 整船均为新能源车辆 泰仓港 始兴于隋唐 曾是正和七下西洋 起锚地 当时 正和船队中 有许多火掌 为船队指引航向 这些火掌 就类似于现在的影航员 由于长江下游 航运繁忙 水域情况复杂 同时 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 外轮进出长江 必须由临时船长 长江银行员为其银行 它是跳板是在右边的 它必须要右边靠驳 右边靠驳的话 有的时候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很多潮水的问题 比平时的靠驳的时候 难度要大一点 所以说我们现在 基本上都控制好了 这个潮水 尽量就是说 我们是顺水进来 然后掉头顶水靠 顺兵一边观察水面交通 一边快速浏览船长 递来的船舶引航卡 并电话联系海事交管 指导外籍船长下达 捷揽 离博 航行指令 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断地下车中的指示 就是说几档几档 这个车速 还有我们这个航向的微调 在年近出口总额 居全国第二的江苏 以电动载人汽车 太阳能电池 锂电池 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正快速崛起 成为中国制造 江苏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南京海关数据显示 2023年1月至9月 江苏新三样产品出口 达1542亿元 同比增长18.7% 有着14年银行工作经历的盛兵 也感受到了外贸行业的暖意 船舶的尺度越来越大 船舶的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 原来像咱们这个滚装船 就是说这个汽车船是很少的 一个月起码有四五条 五六条可能有的 这个在以前是没法 没办法想象的 进出江货轮的大型化 多用途化 对圣兵和同事们的专业技术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咱们原来开四驾车和家用车 我们有一个C罩 驾驶证有一个C罩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船舶呢 已经不允许你只开一个C罩了 我们需要B罩甚至A罩 像我们今天这个船的话 吊个头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 大船的话 366米的船 吊得可能要半个小时 甚至40分钟 行至上海宝山水域 李诺启动好 在不停驶的情况下 银行员进行载航交接 圣兵从巨轮上 10米多高的闲梯爬下 一个转身 麻利地搭上一段软梯 继续向下 顺溜地跳到交通艇上 一段工作结束 圣兵打开手机 他接到了新任务 为载有出口的风机装备的 中波太平洋轮引航